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陆紫燕 大家好 我是小屁 哥哥 让我们订阅了什么 今天呢 我们不玩玩具 我们来开箱一个小屁 六一儿童节收到的礼物 这么大 拆 拆 拆 哎呀 里面还有两个会玩 这个是什么 你看一下 嗯 这个是牛轻轻 萵少叔 还有一个呢 你妈妈又给你买了一个 独书牛 跟之前的还不太一样 你想吃 哇塞 哇塞 这东西好多呀 满满的一盒子 这是什么 这是一些读书卡片 你看这个独书牛 你的新宠物又到了 它还有一个小衣服 来 赶紧把它摆开 揭开面上 哇 喜不喜欢 喜欢 你看 哇 太可爱了 这个衣服已经给它穿好了 这里还有充电线 电源插座 还有个这个 还有个娃娃 娃娃 你看 这里还有个背带 读书卡 哇 好多东西啊 我们先给读书牛 冲好店 之前给小屁买的是 牛婷婷的熏教肌 主要是用来给它 摩耳朵用的 随着它慢慢长大 现在的小屁更加喜欢阅读 经常晚上扰着要看绘本 这下好了 不仅有儿童绘本 还有英文单词卡 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情境 另外呢 这里还有个自然拼读AR卡 都是英文单词 还有中文拼音 这么多卡片 这下可有的玩儿了 音乐 音语 故事 阿莫麦吉是个早起的人 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它还能读绘本 我要读书了 让我看一下方面吧 小屁和你一起快乐阅读 Good manners written by Bo the Hunter 今天是小狗的生日 它邀请了许多好朋友 来参加它的生日派对 拆生日礼物咯 小朋友 轮到拆你的礼物时 就可以说 My turn 跟小婷学一次吧 My turn Excellent 它并不是简单的去复述绘本 而是设计了很多的小步动 让小朋友动手又动的 而且还跟着它去更多 让小朋友充分的参与进来 引导它们去发现书里面的 各种细节和内容 学会思考 点一点小狐狸的礼物 帮小狗收下吧 Thank you Fox 小狐狸 谢谢你的引誉 小朋友 你看小狗 它非常地有礼貌 打了喷嚏以后会说 Excuse me 不如你也来和小婷学一次的 和我说 Excuse me 一些可屁 一些可屁 这些英文单词卡也非常有趣 不仅可以跟着牛婷婷 学习一些从政的发音 而且里面还有小视频 潮句子 引导小朋友进入这个情境中 真正的去了解它这个单词本身的含义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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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大卡车 Truck 大卡车 Truck Truck What is a truck used for? A truck carries goods 汽车 Truck 汽车出字母 B A P 哎呀 好像错 D B 成功了 你真棒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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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又来啦 经长出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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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哇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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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